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帅哥 真没想到这样一个修身美意的人 他拍的是那种盲山盲景 这种反映底层那种生活状态的片子 对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也说不清楚 我就对底层人的生活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底层人的生活特别丰富 丰富多彩 就哪怕是他们吵架 因为他们很直接 他们表达感情特别直接 甚至是说骂就骂 说打就打 他们没有我们所谓知识分子 或者是精英那种矫情那种虚伪 我为了布你的后尘 我也到民工的工棚 去体验底层人民的疾苦 谁把照片都传到凤凰网上了 都在凤凰论坛上 我给你们看看 老六你看看这是我吗 是吗 他们在凤凰论坛上 说是窦文涛下民工工棚 体验民工生活 我也是后两点了 我跟他唯一的区别 是我这胸脯子上两块鲜肉 腰上我还有一游泳圈 一肉游泳圈 没法跟人家就比 但是是不是有点像 对 眉毛有点意思 对 所以我看老六听咱们一提底层 他就不高兴 我是这样 因为第一 我觉得对底层这个词 太标签化了 如果说让我来用这个词的话 我觉得它是 人类是有不同的圈子 不同的食物圈 就是生态圈 在不同的生态圈里 有不同的底层的含义 那你不说食物链 他们是位于最末章吗 他们是食物链的底端 你比如说 在一个写字楼里 他也有底层 他的底层 可能他的收入 就会比一个村子里的 收入最高的人 可能还要高 但是他 所以我不知道底层 这个词 我老觉得这个词 对人形成一种伤害 我觉得 但我不说很虚伪的 说我们必须一视同仁 也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 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底层 这个词算不算一个贬义词 但是 我觉得不算 因为这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是 社会有一个不同的划分 这只是一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们以前是以阶级为划分 我觉得那个概念反而不对 因为你说工人阶级 工人下岗了 他就不是工人阶级了 所以分层 我觉得社会阶层 它是以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少 我觉得它是一个分层 但是这个底层和中层或者精英层 它是有变化的 而且有的时候 你这个经济情况变了 你这个底层心理还在 你比如说 他们最近说物价 涨 其实讲老实话 对我来说 我感觉不到什么 涨几毛钱 一个方便面涨了几毛钱 什么肉多少钱 但是我父母亲 我就发现 按说他也不那么缺钱了 可是他这个底层心态 他对这个物价 他就跟我说 他非常敏感 什么方便面涨价了 肉涨价了 他就好像对他 就已经心理上震动就会很大 但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 已经应该说 就这种 他已经很能适应这种变化了 咱们可以想 大概是87年88年 第一次涨价的时候 很多老百姓 往家里弄好几百斤盐 对 那大盆装架油什么的 买的那布够 可能穿好几辈子的 但是你看后来到90年代初 取消粮票 就不会再有这种说 一取消粮票 我把家里所有的钢磊都呈上面 他已经不会再有这个了 包括到现在 虽然他可能会感慨说 吴家涨了 但是他没有说到那种恐慌 或者这种抢购这种 可能 已经这种社会的变化 他已经慢慢能适应了 所以他说这个 讲老实话 我真是觉得有隔膜 就是我们当媒体整天说是关心人民疾苦 实际上谁是人民 那说不清楚 但是的确就像刚才这照片里 这个工棚里的生活 你没在里头 你就很难知道 它是怎么个行为方式 你像咱们通常觉得那就苦大仇深 那就是水深火热 不这样 因为我不能 我觉得我拍盲警也罢 拍盲山也罢 我做过很多的调查 真的到老百姓家里去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乐趣 在煤矿的时候 我采访到煤矿采访 我跟那些工人 我就觉得开始的时候下了小煤窑 你知道我下了一两百米 这么粗的小树桩子 还不是钢筋腿 你支着那个顶棚下去 你就都能听到那嘎吱嘎吱 因为地压太大 很渗的话 我跟他们聊天 他们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李老师 我们就是两片石头夹的一块肉 我听了特心酸 但是他挺乐的 他该吃吃该喝喝 我就觉得 所以我问你 你比如说当你接触这些底层 你现在冒着生死危险 比如挖矿这些人 第一 他自己身上 你能看到有什么反抗精神 或者不满精神 第二 作为一个你 你看到之后 你除了觉得 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状态 也很好 之外 你会不会觉得 想改变他们的命运 你有没有这种冲动 当然了 就是说 因为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第一稿 是根据刘情邦老师的神木小说改的 因为是完全坐在城里改 就把他的故事改了 后来我看这个小剧本的有点 就是说 白不自恋 就是说这个话好像 虽然也是讲了这个故事 但是不够生活 不够生活 也不了解 所以我就下了 整个大半个中国都走遍了 就是下了 大概我下着矿 大概二十多个 二十多 对 而且特别有意思 我在同川的时候 有两个都是小梅窑 结果两个小梅窑 因为挖着挖着挖穿了 就是说 其实地底下没有这个界限 这一家小梅要把那家给没挖了 这两家要打起来了 要打起来 后来我那朋友说 你是北京来的 你给做一局 就是说 你当中间人 给他们调和 别打起来 因为我记得 有的 因为这个是蟹豆什么的 我还真做这样 中间人 我觉得他们这种 你采访的过程中 你就觉得你有义务 一定要把这片子拍了 好莱坞电影叫恐惧的总和 一个动作片 那里以后 最后美苏 开始做核军备的裁剪了 然后他那里以后就有句台词 说我们来做裁军 不是因为我们爱好和平 是因为我们恐惧 我害怕 我自己遭受核打击 所以我要裁核武区 然后去年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 因为他是已经当了父亲了 孩子很大了 他就说 他说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之后 和他的同龄人之间 是一个贫富非常悬殊 彼此仇恨 彼此对立的 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 他说 我就是为了这种担心 我就是为了这种恐惧感 我要去做一些善事 我要来尽量弥补一下这种差距 可能很多人做这个事情 他不是 就相当于说 我为什么 我不骂你 我不打你 我不是因为我多善良 而是我怕 我怕我骂你 打你 你也会打我骂我 对 我觉得这个人 如果能够有这种恐惧感 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这就叫什么呢 就是凡夫未果 菩萨未因 佛教流这说法 就说菩萨从原因的时候 他就开始害怕了 咱们一般人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最近河南透水事故 69个矿工 全给救了出来 三天三夜 我看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副县长 嚎啕大哭 这家伙都能理解 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哭 你说他为什么会哭 你能总结 就是我们 我们假设一下 你设身处决的想象 你觉得 或者如果换成你 你哭 你是什么原因 我特别理解 我觉得是百味杂陈 这里头 你想救了几天几夜 一直命悬一线 而且 他的这个过程会有感情 会产生感情 而且呢 当然就是人家说的 个人命运 这玩意真要69个 死了一个 你想他这个副县长 等等等等 哎呦 加起来最后 这一释放 就哭起来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导演 有什么话说 要说 其实你说到矿难 我觉得 这次能救出来 这个我 我觉得 我自己都觉得特别高兴 因为矿难的时候 要救出来这种概率 特别特别小 据说这个 因为现在可能矿难 被报道的多了 所以我们才关注 这个矿难好像一直就存在 并且去的很多煤矿 都有这个指标 就是 据说是 你这个一年死多少人 算正常的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就是说国家 它有一个规定 当然有规定 就是死三个人以上 就算重大事故 基本上就是说 包括那些小煤药 按到规定的话 它就要封矿 那么现在因为矿 煤矿的事情 基本上是三大灾难 是最危险的 一个就是瓦斯 瓦斯爆炸 一个就是塌风 就是我们讲的帽顶 另外一个就是透水 因为透水这个东西 因为你虽然地址勾造 说在这 但是因为你不知道 地下水在哪 因为地下水可能离着 你挖的靠地下水进了 它地下水 那个压力太大 水就过来了 一下这个透水事件 那么其实矿 就是说我觉得 煤矿的安全 还是可以再控制到 一定范围的 比如说我们在那拍戏的时候 我就做足了 这种安全的防范措施 就是花钱 就是我请了很多的 这种安全员 每个拐角 每个地方 每个巷道 你给我拿一个瓦斯表 侧着 就是你就多花钱 就瓦斯的浓度 因为不是说有瓦斯 就因为有煤就有瓦斯 但是瓦斯只有在一定浓度下 才能爆炸 所以一看浓度 快到警戒线来说停 我们就全部停 开始打氧 打风进来 但是李洋 你是在地下 你不用采煤 所以你才可以找一个 安全的 你可以多花钱 不是 所以我就说 所以多花钱和少花钱 造成了一个截然不同 为什么现在在西方 比如在德国 关了很多的矿 因为它的保险 保险措施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它的煤的成本非常高 你看去年 说当时去年 因为山西的煤矿发生了太多 据说当地的政府 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 就是只要一死人 马上先赔给死者 一个人20万 因为此前 有了死人之后 就扯皮 矿主就扯皮 或者跟政府扯皮 或者矿主就说我没钱 就弄得死者的家属 什么都得不到 然后 但是20万规定出了之后 也有很多人有争议 就是说一条命20万 这一旦一明码标价之后 就显得太残酷了 现在都好多了 但是很多人说 如果让矿主来解决 很多还出不到20万的 当然也有部分的 它为了掩盖真相 可能出的更高 但是大部分都到不了20万 然后后来又有记得 算了一笔账 说据说要用安全措施的话 就是把安全措施都上足的话 大概需要花费的是几百万 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是这样的 你想咱们假如说200万的话 就是10条人命 但一般很少出到10条人命 所以它这么成本一核算 算了 我不用那安全措施了 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这种 的确确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比如说 我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正拍 在一个地方正拍 结果真的那个时候出事 我们幸亏 我们不在井下 我们拍完井下 我们上来睡觉 第二天拍的时候 我觉得气氛不对 后来人家说 说你们不能下井拍了 我说最后怎么回事 就悄悄告诉我 说就拍的那个矿 我们就在那一矿 砸死俩 砸伤四个 那个老板还借我们剧组的车 去到人家里去给人送钱 给人把这私了 原因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说的 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私了的钱 远远低于他的安全措施 杨大师去采风的时候 好像还被 因为这个 好像被 对 认为我是记者 完了以后 好家伙 二十几个人把我围住 有拿猎枪的 有拿棍子的 而且还有穿制服的警察 要把我先抓起来 因为他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最后弄了半天 一直到了晚上三点多钟 我说不是警察 我说警察 我不是记者 我真的不是记者 他说不行 就那一天 那个县 两天就没开工 损失好几百万 就接待我那哥们 被罚了三万块钱 谁让你让一万人来 那个什么 他这个事 还是在最近这两年 扩难频发之前 他去的 你说这里有多频繁 他拍个电影 都能赶上这种事 是 因为他们就是说 我是这么说 因为很多的开矿 虽然他们有很多的 各种证都齐全的 但是这些证都是 不是正规申请的 就是安全证 有 盖着红张 盖着镜 但是大家有一些潜规则 桌子底下的一些事情 花了很多钱买来的 所以买来一个很多的证 很多的证开了矿 一封井 死三个人就这封井 一封井 这几百万 他的投入就没了 所以他很大的压力 他就想办法尽快的把这钱赶快赚回来 所以他就 而且他们现在是计价公司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瓦斯 井底下 如果打足够的氧气 如果足够的空气进去 瓦斯浓度降低 这种就不会造成爆炸 可是你要从上面上百米的打瓦斯 打的空气进去的时候 把瓦斯抽出来 要花时间 这些矿工走下去 大概要 最浅的矿 我都走一多小时 坐点小车 再什么 怎么再走下去 你一两个小时下去 再等 他是计价工资 你再打两小时的氧气 他等不及 所以就伪装操作 再安全的小的小矿 他不怎么 安全员不怎么管事 妈 没事 我们经常经到这种事 我最近看到一个 关于一些很多照片 文章和电影的一个评论 他说 为什么有的你看了 觉得这个 比如同样一个题材 比如拍一个所谓的底层 或者说矿工 或者说是乞丐 或者反正就是这种弱势群体 为什么你看了有的这种照片 有的文章 有的电影之后 你会觉得它很了不起 有的看之后 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他说原因就在于 你有没有拍出被这些人的尊严感来 就是他只要是个生命 他只要是人 他不管处在多么低层 他总是有他的尊严感 你不要把他拍成一个 诸狗不如的一个人 你这样的话 说明这个拍摄者 他的心术是有问题的 他自己是有这种 他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如果这个人 他是真是有一种悲悯的心 他自然能够把这个人 不管他可能处境很差 生存状态很差 但是他也会有自己的 尊严 有自己的这种尊严 我觉得我们 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文艺作品 对我们文艺作品 现在很多 这真是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从上面 往下俯视的这种感觉 就老觉得别人是猪 对 他是这种 我要可怜可怜他 我要同情同情他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 盲井 还有盲山 盲山是讲被拐卖妇女的这个故事 你真的接触过这些被拐卖的女人吗 我接触过 因为我是 这个剧本是我自己原创的 那我在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 我一定要去下生活 去寻找 跟他们去采访 就跟你们做记者的是一样 那我在四川的时候 待了大概将近两个月 就是通过朋友 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妇女 这被拐卖的妇女 甚至 这个人贩子 我也跟他谈 有个谈法 尤其是跟人贩子谈话的时候 我特别痛苦 怎么了 因为他讲他 整个的犯罪的过程 因为我要细节 因为我不是记者 我需要 我是做导演 我要怎么骗的 有什么细节 他跟我讲到这个 甚至他讲他怎么样 强奸 怎么样拐卖 最后怎么样胁迫 当时我非常气愤 但是你 又确实很难受 但是我又为了这个采访 我又不能打断 就这个之后让我特别痛苦 而且我在之前 已经跟他有许诺 说 你说的这个事到此为止 我绝不会给公安说 所以他就是 好像憋了很多年 他又把很多细节 没交代的事 也跟我说了 你做这么 这节目公安找你 让你提供 对 但是我没办法 因为公安去找我 他说的这些东西 他基本上就是说 没证据 没对证 你跟我们讲讲 有什么细节 让我们想不到的 有吗 这细节比较残忍 因为我觉得 我都不愿意回忆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 他们就是很多的人贩子 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他甚至去用的方法 是跟人交朋友 跟交女朋友 完了 他沉得出气 花很多的钱 用几个月 交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说我带你去玩 结果一带一带就给卖了 甚至是这样子 真的是超出你的想象 你比如说 这个买这个 买这个妇女的家庭 这个往往这个男的 他的父母会帮着这个男的 一块去强奸 这个被管卖的 对他们都是老十八家的农民 哎呀 就是很多你 是我们不可想象的 你比如说 这个营救 被管卖妇女 我看李扬的那个 李浩月贴的 最难的是什么呀 不是找到他 是找到之后 怎么去救他 对 你一救 全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对对对 人家好不容易 花那么多钱买了 你凭什么把他救走 你看李扬的那个定力 对对对 真是太出目惊心了 人贩子他 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 我遇到这个 人贩子他跟我讲 他是 他因为他不是 他是随机性的 他不知道卖到哪儿 他都单线联系 拐到那个地方 线找下街儿 所以就找找最后的 钱都花完了 后来最后没有下街儿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最后没下街儿 他最后很 砸自己手里了 砸自己手里 他赶快得贱卖出去 后来这个过程中 就让跑掉了 等等等等 他们也有 也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拐卖妇女的 最大的问题 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 当地的一个 很封闭的社会 互相之间 他有 有宗亲关系 有这个 那种 中法社会 他们的道理 这个女人要跑 被拐卖妇女要跑 全村的人帮着拦 帮着追 没错 就不能让他跑了 不是一家人 他有好几家会拐卖 都是 所以他都是互相帮忙的 对 我也报道过 警察去的时候 全村人把警察包围了 真是这样子 这是生俩孩子 这是我媳妇 你怎么能够弄走呢 所以也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 我接触到这个 妇女很多 不愿意谈这个事情 因为 大部分的人逃出来之前都生了孩子 因为他们到那时候变成了一个性奴隶 生育机器 如果不生孩子 不怀孕 这个就完全是严加看管 生了孩子就觉得可能 生了孩子 他觉得放松了 他这个才有可能逃出来 那他救出去之后 他不想他的孩子 对 所以是一个 非常难受的 更难受的一时候 就是他回到家庭以后 他想这孩子 他在那时候 他又没人生自由 他觉得 这是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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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